TAKING THE BAD 記入的記錄 TAKING THE BAD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四 我剛剛上完課 現在去了第三樓 這裡休息和歎世界 但是星期四我最放鬆的那天 因為星期五不用上學 很少人選星期五上課 因為多數星期五上課是上兩三個小時 我一定不相信上那麼久 那今年是2019年 十年前2009年我高中畢業 還有十年前2009年開始讀大學 十年後還在讀大學 應該明年終於畢業了 不知呢 希望吧 愈快畢業 雖然做學生是很快樂 不過我還有兩年三十歲 不可以繼續做學生 很多跟我一起畢業的朋友 很多都在工作 做到老母 老爸 現在很多人都問我 你什麼時候畢業 什麼時候畢業 特別我媽媽爹地 是很失望的 所以很多我媽媽的朋友 還有我的親戚 都問我 你們做工了嗎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們 我記得幾年前 幾多年前 2015年 那時候我24歲 回到香港 見到我的親戚 那時候我24歲 我告訴他們 我還在讀書 他們馬上說 你還未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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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屎片 是啊 給他們看不起我 就當我一個小孩 因為我未畢業 那亞洲文化 我有一道最不喜歡 是什麼呢 就是 人家見到那些老大一輩 就是 見到那些年輕 特別過了22歲 還未畢業 還未做工 開始 看不起你 在那兒 在那兒 亞洲文化在這兒 很嚴重 幸好那些親戚 我現在都不想認識他們 那這陣子 如果別人因為我 還未畢業 又沒有看不起我 在那兒 我真的不理會他們 無論是親戚 朋友 我就說 我不想認識你們 你這樣認識我 他們 真的以為 敢來認識我 即是激了我 讓我會聰明一點 努力一點 讀書 不過其實幫不了我 我有時候都覺得自己很廢 因為我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到現在還在讀書 他們這樣說 我真的 整個自己 更加廢 所以 所以 最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別人看不起你 不是大問題 你不要看不起自己 我媽媽跟我說過 如果別人看不起你 你一定要聰明給他們看 這裡我一半同意 因為如果我要聰明 要聰明給自己 不是其他人 因為命是我 不是他們 那以前呢 我實在都要聰明給別人看 好 出風頭 我媽媽 實在都說 我是一個 扮野太郎 不過 我現在都沒有 以前 我實在都要 別人 以我為榮 不過現在 我要 以自己為榮 例如 我記得幾年前 我實在都要找辦法 聰明給一些 親戚 我三飯時有親戚 不過我們 成 幾一年 2013年 到現在 六年 都沒有見面 他們不常理我 不認識我 那時候我是做錯事 極惱了他們 我 那時候我真的很 Fuck up 那 他們 在Facebook 刮了我 刮了我 那時候真的很傷心 沒有了親戚 因為那時候 我 到現在 都對親戚是很重要的 那 後來 知道錯了 知道自己 衰了 沒有了親戚 那 Send email text message 很多次 說聲 Sorry 我們做回家 一個回應都沒有 那時候 我就很hurt 很 很生氣自己 那 跟自己說 要找辦法 等他們 知道我 真的改了 就是 生性了 或者他們會 彩回我 我有那個 假希望 有了很久 不過 現在呢 我都接受了 他們 不可能會再 跟我來往 當我死了 那 如果他們繼續 有這個想法 我也不在乎 他們 就 就 知道 笑 的 特別為了這麼久 這麼久 這件事 你還 看不起我 所以 我想和大家說 別人看不起你 不是一個大問題 最重要是什麼呢?不要看不起自己 如果你這麼大年紀還在讀書 It's okay 最重要是你願意讀書願意畢業 想啊成功就行了 其實我戴這個太陽眼鏡 你不覺得我的樣子好像很兇 那我就不戴了 這個太陽眼鏡我在韓國買 韓國兵是戴了眼鏡 你知不知道在三八線那裡 他們對著北韓兵要戴著眼鏡 很兇啊很苦啊 嘩這裡的風景不錯 如果你們來SDSU啊 來這裡第三樓啊 看到啊 學校這裡了 這裡拍照也很好 好啊 嘩我戴這個太陽眼鏡 人家看到我不會叫我一聲大哥 像不像一個大哥啊 戴著眼鏡就像一個大哥 不戴眼鏡就像一個死年輕 不過我28歲了 人家可不可以叫我做年輕 啊 好累啊 回家了 因為星期四 星期四是屬於我星期五 因為星期五明天我沒有課 所以啊 雖然是星期四 不過我感覺是星期五 所以啊 雖然是星期四 不過我感覺是星期五 其實我晚客坐 地鐵都有點緊張 因為晚客的黑衣啊 還有那些啊 那些啊 那些啊 那些痴線路比較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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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